熟龍的朋友來到老虎年 無衝無合,所以尚算平穩 而且因為牛年經常犯太歲 今年算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年份 可惜今年並沒有吉星照著 沒有吉星的時間 我們只有心理準備在年份中 需要親力親為 傳統上沒有吉星照 會借對面的星過來 借了熟久的華蓋星 華蓋是藝術才華的星 有這個星代表著 如果你做的工作是跟藝術有關 算是相當不錯 亦是靈感不絕 但華蓋星本來是不理桃花的星 所以今年是有點孤單的 另外,空星入面有桑門星、天哭星、月薩星和炮尾星 家宅運我們就要小心 老人家家我們盡量裝修一下 而月薩這個星是代表女性帶來的麻煩 所以今年不要跟女性的朋友夾粉做生意